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讲医食同源篇 袁医生今天会和我们介绍一种无枯质的五菊类小米 可能大家近年都会留意到很流行无枯质的饮食法或者一些产品 我们中国人有时会吃到糯米 但其实有些人吃完之后会不舒服 他们有一种肤质不受性的敏感 袁医生究竟小米是什么 对我们有什么益处 首先 willing 我们所谓无枯质物质能品质物质无枯质的食物寓,香港人 我个人经常说的,因为我个人的饮食是吃很多小蜜的 当然在外国的饮食方面,接触的肤质当然是在小蜜 所以既然像我们吃饭那样,如果对小蜜的敏感,其实有很多健康问题 包括有些人经常觉得惹痰,当然严重点就是肠不舒服,或者肠敏感 严重的肠肌,肠溃疡也会有 当然我们吃面包,但我们又不是吃那么多面食 我们始终是吃米,吃饭多些,所以我们接触到肤质不受的问题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吃糯米的,我知道有些人说明他不敢吃糯米 吃了之后,他要么疲惫,要么疲惫,要么疲惫,要么疲惫 当然疲惫很明显,你吃了一餐疲惫,很快便会知道 这个问题是和你的糯米的成分,原来糯米叫酷质 当然有些人说,不吃酷质有什么其他谷类呢? 其实我相信很多人认识的是那个小米 我记得我们以前在美国独达后的时候 早餐里面很多时候就会有这些小米 当然有物片,当然有一个是小米 因为很多香港人平时都没有什么机会吃这些早餐 我记得我记得我都很喜欢的,不一碗仔 通常就放少少少盐,或者有些淋少少胡椒粉 这样吃,其实不错的,有些人就加少少牛油 因为这样就让它酷质一点 当然,我们还有中国人很多时候,会摘触小米的地方 就是如果在家小时养小鳥 那小鳥其实很多时候那些小鳥是用小米的 那我以前我小时候,我家常常都有些养小鳥的 那整天这样的小鳥吃了小米的壳子 或是小鳥产重新生 short富Qué 那你平时代翅膳 femme 小鳥有紀到全地都是的 那你是不是要帮她扭下去 小米又像小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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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首先跟大家介绍下 为什么小米是这么好的食物呢? 營養价值是什么? 原来,小米含有很多很重要的營养 包括铜、鱗、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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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大家知道铭是对心脏的健康很大关系 我们过去跟大家介绍,是处理自然疗法、处理心脏 都介绍是用铭的,甚至乎有些心脏病发、急救 其实都是用植物滴住铭是一个最有效的方法 在很多医院里都懂得这样使用 有很多研究发现,铭也可以帮助我们减低血压 以及减低心脏病危机 铭也可以减低哮喘的发作和扁头痛的问题 你知道,铭是有一个很简单的作用 就是减低我们肌肉的抽筋 我们知道,很多扁头痛的问题 都是我们脑血管的抽筋 所以搞出头痛的 酵喘也是我们气管的滑 平滑的肌肉的抽筋 即是不随意肌肉的抽筋 所以尾是可以的 那为什么也减低血压呢? 没有什么的 你血压经常这样抽住,缩住,缩住,缩住 血压自然会高 所以用尾也是放松我们肌肉的抽筋 好了,美里面也有鱗 鱗对我们的骨肉和细胞健康很重要 我知道鱗是我们身体的 骨的抗物炎的骨水 即是主要的成分 也是我们身体制造核酸的一个主要成分 当然核酸是什么呢? 是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基因 是的 好了,我们也知道尾是一个很好的纤维来源 当然我们知道 纤维是对我们的健康有很重要的 很大帮助的 好了,我们看看尾的研究 和尾的研究有什么来说呢? 有一个是说黑人女性的健康研究 这个在一个杂志里面 有一份叫做糖尿病的处理的杂志 曾经有这样的记载 它说完整的菊类 饮食 例如如果是对一些菊类 是有充分的尾或者丐 是可以减低二型的糖尿病 是减低危机 是大概31% 我们这个研究也都看到了 如果是尾的尾 即是纤维方面 亦都会减低 纤维本身也会减低 我们出现二型糖尿病 即是说 不单是尾和纤维 两样东西 都是对我们的糖尿病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所以在糖尿病的病人 我们通常叫它吃多些纤维多的豆科 那些豆科 有一个六角的薯基尼 那些六角的豆 脆肉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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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种是纤维 对糖尿病也很有帮助 另外一个研究 是一个护士健康的研究 在美国的腸胃杂志里面 就发现 他说 那个 纤维是可以减低 我们那个女性患 那个 胆食的危机 大概减低13% 即是如果你吃多些纤维高的食物 那如果我们吃多些 即是叫做非溶性的纤维 就是呢 还可以将那个危机减17% 那么多 那就是主要 就是任何的 谷类的纤维 有这个很好 有减低 那个胆食的作用 的 另外一个研究呢 就是英国的女性的研究里面 发现呢 对一些 就是根延期前的女性 是可以是将 如果是纤维高的食物 比如水果 全谷 比如好像小物 每天呢 可以将它减低那个乳癌的危机 那如果女性呢 如果每天呢 是吃起码 最少30克的纤维 每天的食物呢 那么减低那个乳癌的机会呢 可以减 可以减一半那么多的 OK 即是比较一些 只吃二十克 或者少过二十克的纤维的女性 那就是呢 高纤维的高谷类纤维呢 是将乳癌呢 是減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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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減低的 好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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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物呢 其实呢 在技术上呢 是不是一种谷类的 是一种种子来的 那 但是呢 它那个 当然啦 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呢 很多时候呢 小物呢 是煮到好像 好像饭那样都有的 是 很creamy 好像饭的汁 或者呢 你可以制作到好像 薯蓉那样都可以的 那所以呢 似乎呢 你是怎样去做呢 那你会有种 就是 食物的汁感呢 是不同的 OK 那好了 那就是煮食的方法很多啦 那 最常用呢 当然是吃早餐啦 我记得我自己 在大学的时候呢 饭堂呢 通常都会有 这些这样的早餐的 那当然也有些人呢 就是可以 就是用其他的煮食方法啦 煎炸的方法啦 或者做一些糕饼啊 那用一些 就是Casero 这些这样的 就是那种食物呢 都可以的 好了 那么 那么好的食物啦 那 但是呢 我一发现呢 啊 原来小麦呢 呢 食量呢 都都有 不可以太多的 因为呢 有些人当然啦 他可能会有 有敏感啦 那他也都有一种的 成分呢 我叫做Gytogen 就是会呢 是会促进 那个大颈泡的 这种这样的成分的 那原来这种的 这种的 如果就是大量的 就是大颈泡的 那个促进素呢 是会当然会抑制 我们那个甲状腺的功能 那可能呢 导致大颈泡这个问题的 那所以呢 我们要吃的时候呢 其实呢 都是要 要適量地用咯 哦 小米原来有这么多好处的 可以 减低这个糖尿病啦 乳癌的风险 但是大家都要适量地吃的 那多谢了 袁医生今天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一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回诊 25773798 海外的听众 亦都可以以Skype 和iPhone的Facetime 和袁医生网上会诊 都可以打回以上的电话 25773798 或者email去 csatnaturalhealing.com.h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谢谢袁医生 好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旅创意健康店 是一家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 网址 3w.healthshop.com.h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